我就想问一下 到底还有什么是周深不灰的呢 就在最新一档音组上 周深作为首位出场嘉宾 演唱了原创音乐人余东然的《沉默的高扬》 作为一首公认难唱的歌 感情和技巧缺一不可 周深在彩排时也几度遇到困难 它是一首难度很高的一首歌 而且它的风格也很炸 它的压力很大 可就是这首谁都没把握的歌 周深上一秒还在说难唱 下一秒化身高音轰炸机狂飙异舞 还连唱38个字不带换气的 在贡献了一个教科舒适的翻唱后 结尾它竟还有美声音唱开大 赋予了歌曲无穷力量感的同时 但也差点逼逢台下的其他歌手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游戏 周深都能带给人一份大大的惊喜 时工音乐会上抢卖结唱环节一首死了都要爱 原唱老了都唱不上去的副歌就这么被它水灵灵的唱完了 而当周深被林俊杰也有请当演唱会嘉宾 还将合唱裹着新的光 作为醒酒的CD写出的歌 用脚趾都想都知道歌曲不好唱 周深彩排时也对JJ强调歌曲难唱 太低了对你来说 你看那个bridge的那个部分 太低了 太低了这个 血太低了 下次血高一点 我来看一下有多难唱 你们俩有没有可能同唱新贵妃醉酒 都知道 以反串被大众所属制的林俊杠 一首新贵妃醉酒 难唱舞难不愧见一斑 而当周深与她合唱此歌 即使再生一个调都没在怕的 可以再高一个调 挑战高难度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不被归约青丝天 爱恨两半半 文静和诗 好家伙 我甚至感觉你俩还能再生啊 现在就是纯好奇 周深到底哪首歌唱不了 欢迎在评论区 大家给我留言 明天见 拜拜